我做定破一個洞怎麼辦 那就補啊 老闆跟我說 最便宜的四百多塊 然後我看到那種比較漂亮的也要一千多 看到一個很像沙發皮的 有一個洞一個洞 老闆說那個比較散熱 我看外觀又很有質感 然後又有邊條 就決定了 買這個總共花一千五 它邊條還可以改喲 來我們看一下 它原本也有一條黃色線我把它刪掉了 現在就是前面一圈跟後面一圈 然後我騎了半年覺得 散熱度其實我也不敢說到底有沒有差 然後又騎了幾個月 覺得怎麼越做屁股越痛 我剛剛用手摸了一下椅墊 哇 前面硬邦邦的 我想說硬邦邦的我的皮花一千五都還很新 問老闆說 他說換裡面的軟墊的話 皮也就壞了 那換軟墊又要好幾百 然後皮又要重劃一次 我大概又要花兩千 忽然有一天看到 看到一個外送 機車上面放一個墊子 我就去蝦皮露天早 打關鍵字 做墊 找到一個充氣做墊 然後看到家衛有三百多到一千 我就買了三百多來試試看看 它是從大陸直接發貨 差不多五六天到 會比一般的兩三天還要慢一點 那我都已經拆箱了 所以用了幾個月 它會附一個這個 它附一個這個本體很像 毛毛蟲 那我們進看一下 一個本體還有兩條袋子 跟一個小小的打氣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打氣孔在哪裡 從邊邊解開就可以拆下來 然後還可以調鬆緊度 看一下打氣孔在這裡 只要把這個蓋子打開 只要把這個蓋子打開 隨身打氣孔插進去 壓幾下很快就飽了 那你也不用擔心 打氣的時候還會洩氣 因為它有兩層裝置 我再來講一下 最頭痛的部分就是固定 打開來看 它附兩條袋子 正常會想說從這邊扣到這邊 這裡扣到這裡 結果長度不夠 然後我就想說從這邊側扣 側扣的話變成很容易鬆動 最後 我強強把兩條 各剪一半 然後 直接用螺絲起子把它 鎖到機車座上 我們看一下 從這上面開始看 十字螺絲把它固定住 下面這裡也有一個 這裡一個 然後這裡一個 那多餘的 多餘的袋子過長 我們就用一個東西把它固定住就好了 最後講一下這個 的使用心得 騎了應該也半年了吧 沒有 騎了 用了兩個月而已 因為它是充氣式的 所以 它的軟硬我們可以自己調整 那當然這個東西也不是萬能的 遇到真的很大的 酷辣的時候 它 你還是會 感覺凳很大力 但是至少 比你花大錢 去換掉那一層好 這我剛做的時候 一兩次我就覺得 哇 好軟喔 而且它因為有 縫隙 所以會覺得比較涼 然後會覺得有一點 沉沉的感覺 有點彈跳的感覺 不過現在騎久了 也是沒什麼感覺的 總之心得是 值得推薦 只是 好不好看就見連見智了